欢迎明星八卦 cp to our channel 肖战,中国娱乐圈的知名明星,总是能够让数百万粉丝的心融化。 以他那英俊的外貌和出色的表演才华,他一直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当他发布了一组新照片时,所有人才真正被他所吸引,陷入了沉醉。 肖战的新照片充满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印记。 他的眼神充满诱惑力,新发型自然而然,打造出完美的形象。 这些画面让粉丝们感到惊叹不已,不停地赞美不已。 肖战的忠实粉丝,看到这组新照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敲击着键盘上的赞美之词,肖战,你真的太帅了。 这组照片美得难以言表。 你是一位才华出众且了不起的艺术家。 还有数百万其他粉丝也分享着无尽的幸福和赞美。 肖战新照片中的每一张图片都传达出了一种自信和品味的信息。 肖战非常感激粉丝的支持,并始终抽出时间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他知道自己有责任激发他人的激情,并始终尽力做到最好。 肖战的新照片不仅仅是一幅关于艺术的美丽画面,还传递着对粉丝的热爱、激情和自信的信息。 他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娱乐界的耀眼明星,还是一个值得尊敬和珍视的人,一直尊重和感激支持他的人。 王一博的重情重义之举,引发了人们对他深情厚意的关注。 这种对于朋友的真诚支持不仅令人感动,也让他在娱乐圈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喜爱。 王一博与姚晨之间的友情故事实际上代表了娱乐圈内许多明星之间的情感纽带。 尽管明星们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相互竞争,但他们也常常相互支持,为彼此的事业努力。 这种友情不仅体现在王一博的包场行动上,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到证据。 王一博以自己的名义预定场地,展现了他对电影行业的深刻热爱和对影片成功的渴望。 他的举动不仅是对朋友的支持,也是对整个电影产业的促进。 预定场地不仅仅是赞助电影票房,更是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了一种团结与合作的精神,这对于电影行业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 此外,王一博还展现了对其他演员和电影制作人的支持。 他预定了多场电影,这显示出他不仅关心尧、陈和张一星等好友的作品,还关注了其他同行的努力。 这种互相支持的文化有助于娱乐圈内的合作和共赢,使整个行业更加健康和繁荣。 最终,王一博的包场行动不仅体现了他的情感深度和真诚,也反映了娱乐圈内明星之间的特殊友情和合作精神。 这种行为不仅为他赢得了粉丝的喜爱,还将激励更多明星和观众加入到支持和促进电影行业发展的行列中。 此次王一博预定场地支持王赚军的新比赛,也是对过去传闻的回应。 宣传热烈时,他和大鹏一起努力录演,甚至远赴海外宣传。 但遗憾的是,他在录演时因台词被误解而受到了不必要的批评。 预定场地支持大鹏电影,可以看作是对传闻的回应,也是对过往合作的肯定。 王一博的善举和人品受到了广泛认可,特别是在2021年河南洪涝灾害期间的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工作,更是让人铭记。 他的行为不仅令人感动,还传递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团结精神。 这次抢险救灾行动中,涉及到的企业家的回馈也是一种温馨的奖励,再次彰显了善良和真诚的重要性。 关于电影三贵情史,除了姚晨的参与,还有坏兔子影业的支持。 这家影业公司一直致力于扶持中小成本文艺片,为中国电影业注入了更多多样性和创新性的元素。 姚晨不仅担任了主演,还兼任制片人和监制,这表明他对这部电影的投入和对中国电影的热爱。 最后,关于王一博未来将支持哪部电影的问题,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 他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朋友的支持,也是对优秀电影和电影人的支持。 无论他未来选择支持哪一部电影,相信他的举动将继续为中国电影业的繁荣和发展添砖加瓦。 让我们一同期待他的未来举动和电影事业的更多亮点。 胡歌不须此行给了我温暖和治愈,也让我正式死亡。 搜狐娱乐讯山金文醒,醒图科明视频9月6日,电影不须此行亮相搜狐视频影展超前点印, 监制曹宝平,导演刘佳音,主演胡歌,吴磊,齐熙等主创出席印后见面会,和观众交流互动。 曹宝平过去常拍摄犯罪电影,谈到为何选择不须此行这样的文艺片监制时, 曹宝平笑称因为我一直都拍犯罪,终于有个机会不犯罪了,那就清白一次。 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胡歌出演不须此行时,曹宝平说,因为他也是老犯罪, 虽然不在我这犯罪,但是在别人那犯罪,所以这次也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谈到出演不须此行的感受,胡歌表示自己的母亲在2019年过世, 在他生前,我觉得有留下很多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去弥补。 他的离开带给我的内心伤痛,好像一直都找不到出口去化解, 我也没有真正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至今都都留着我妈妈的微信,遇到一些特别开心的时刻, 我也会跟他分享,我一直把他当作不曾离开,一直在我身边。 这部剧本似乎为观众带来了不仅是电影的娱乐,更是心灵的治愈。 主演在谈到剧本时提到,通过扮演角色文善, 他找到了一种与逝者建立联系和相处的方式。 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忽视,但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 正是死亡和予以故亲人的情感连接是一种重要的心理需求。 这部剧本通过角色的经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深思生死和亲情的话题, 这种情感体验常常会让人感到温暖和治愈。 搜狐视频影展是一个重要的影视活动,吸引了广泛的观众群体,包括影迷。 影评人,业内人士和自媒体,如独谋,余会火,门徒电影,明星权力榜等。 观众通过参与影展可以提前观看到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这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是一次特别的机会。 通过搜狐官方微博的更新,观众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有关新片超前点印的信息, 这让影迷们能够提前欣赏到最新的影片,体验电影的魅力。 总的来说,这部剧本和搜狐视频影展都为观众提供了独特的电影体验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让人们不仅享受到电影的娱乐性,还能够思考更深刻的主题,如生死和情感连接。 这种影展活动不仅促进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也满足了观众对于高质量电影和深刻情感体验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